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八字蔡理佛 剛才蔡老師跟我們分享了一個中鋒的命例 其實是制殺泰國 今集我又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又是根根蜜煮 又是炳火 剛才炳火調轉了 這個放在臉上 剛才蔡老師那個放在池 這個是一個女命 講一點背景 讓大家知道 這是某一個已經過身的富豪的女兒 已經不小了 已經六十多歲了 我印象中應該是2022還是2021年 那時候找我算過命的情況 這樣看的 跟蔡老師剛才的藍命的白痴一樣 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根根根日主 又是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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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強根在連署裡 又是用炳火七殺 因為始終都說了 在報紙都會知道是誰 所以時辰就不方便寫了 有個木在時辰裡 寫起估下 只有四個 這個命主 是冬天 看的時候 就是跪似這個運 剛剛去到自運 最後那段時間 那時候 我當時看他這個霸鐵 我就說了 蔡老師其實是說的 制殺太過反偉胸 霸鐵又被走 一直跪自運 一個炳火 見強根的字 好像很漂亮 字身一合 那就無力了 自害一個 然後身害字 全部反衝 就是殺衝過來受死 是不是師傅 好了 沒得搞 2021年 2020年先 應該這麼說 2019年 紀害年 天黑地衝 然後2020年 就庚子年 然後2021年 就是一個的分手 新手 追殺 然後2022年 就任人 我當時就這麼說 批的時候 因為戴口罩 那時候疫情很嚴重 那段時間戴口罩 其實我就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只不過因為他有個私人秘書 坐在後面 那你都會估計得到 他不會是 就是 普通中產 有個私人秘書 就是跟著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因為戴口罩 只知道他姓某一個姓氏 全名都不知道 但是見到的榴槤 就是幾害年根子 辛丑任人 連續幾年都是水破火的榴槤 就是制裁太過 所以當期次 我就跟他派了 就說 似乎你這幾年官司不斷 這樣的情況 因為他仍在我面前 那就是不會是中風 這個也是個因 你在我面前 就不會是中風 一定是事業有問題 就是制裁太過 那是范官菲 他也真的有范官菲 但是他也很神秘 他沒有去說 為什麼范官菲 後來我看到 知道為什麼 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說 范官菲連續幾年 就花了很多錢 其實打官司花了很多錢 就說 層樓都要收回 層樓都要收回 他就想問一下 有沒有得救 但是2023年 就任神運 炳臨新衛鳳羊水 是吧 辛子臣水果 對 很棒 這個榴槤 這個大概 這個叫做 Total Law是運 真的沒有得救 真的沒有得救 因為你季治運 還是有個火 是不是 那你任神大運 任神大運 辛子臣水果 任水破炳 真的沒有得救 老實說 古書裡面 就有一個口訣 是不是 炳臨新衛鳳羊水 是吧 爛惡言念 是 如果這個是用神的 那是死運 真的沒有得救 沒有 他說 他說 他也跟我說 因為他是做生意 講開就是 這個季治運 這十年裡面 從未賺過錢 在這個季治運 從未賺過錢 每一盤生意都是要虧 每次虧 都是需要拿層樓去按 按一下 按一下就很多債務 最後 走到這個任神運 我說沒有的 真的沒得搞的 沒得搞都要做事 怎麼搞都沒有 因為任神運 真的 有什麼辦法 坦白說 我當時真的這樣回答 我真的沒有辦法 他說 因為人生的所有好運 已經走光了 丁有 丙生 月味 甲午 全部的火已經走光了在前面 你走到季治 已經去到一身債務 你再走到任神 任神運 只會比季治運更差 喂 師傅 擺一下風水 行不行 是啊 那你真的有機會 幫你擺一下風水 是啊 最後 但我最後沒有擺在這裡 原因是價錢的問題 其實我也很幸運 我覺得是很幸運 因為可能 你去看 人家可能給了一些錢 去減一下風水 但是 你不是說 你看風水 都要等同於一個醫生 我一次跟醫生說 你是一個癌症專家 但如果我想問一下這個醫生 如果一個癌症末期的人 找你醫 你可否可以醫治病 有醫生說 當然醫不到 我道理也是一樣 當你的命運 去到最難過的運氣來講 我覺得你擺在風水 如果你肯 截掉所有的問題 就是你所有的生意 全部不做了 全部都停掉 可能因為他家裡也有些錢 可能有家人幫你找債務進去 然後你安安穩穩平淡 我覺得都可以 但如果你繼續想更上一層樓 希望風水裡面 扭轉乾坤 我覺得這個是不合乎邏輯 因為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 只是排第三 對 對 對 所以最後 也有新聞出過 最後的新聞出過 搞不定 最後的債務完全是搞不定 所以最後都是層樓都沒有了 這樣的情況 這樣就叫做符合命理 所以有時候 很多人會很羨慕一些人出身富貴 這個 喜神居連署 早上興隆或富貴 他都高學歷的 學歷程度都去到律師的級別 就是外國的名牌大學 這些運 你行這些 這些名牌大學畢業 這個運天一地沖 還有日處 甲午跟庚子天一地沖 婚姻也都在這個運裡面 就散了 對上 剛才那個 阿庚叔 現在正在行秉神運 他老婆威脅他 你不改 就要離婚 所以是一模一樣的 有天一地沖 就會是分一地有問題 但剛才那個是善意的離婚 這個惡意的離婚 我覺得命運的事情 你說批一個八字 是不是可以很準確呢 你問心說 我覺得真的是七成 應該是不會太過很準確 因為你都不合邏輯 大家都知道一個八字裡面 你全中國有十四億人口 一個八字裡面有幾千人擁有 你不會大家一起做習近平 不可能 有些是命中注定 有些是自作業 不可抹 自己這麼操 做到自己破產 他真的 因為他沒有做過生意 因為家裡有錢 家裡有錢 他是拉女 所以一直都有爸爸的照顧 去到季節運 跟月署幾岸天黑地沖 爸爸就過世 爸爸過世之後 分了身家之後 他想自己試做生意 在這十年裡面 做什麼都虧 因為這個制裁 太過真的做什麼都虧 搞什麼輸什麼 因為食箱是投資性 是 有時候都挺唏噓 都挺唏噓 如果他可以在季節運裡面 但因為他又很年輕 五十幾歲 如果不是在季節運裡面 如果及早地 都是遊山換水 什麼都不搞 我覺得他應該未必去到這麼慘烈 不過可能到病 到時又到病 現在他就認了 Total Loss 是的 不過Total Loss之後 健康又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錢財等於健康 破得夠青江 是的 破得夠青江 又是另外的說法 是的 真是挺奇妙 所謂的財為養命之願 破財健康可以保住 好 我們下一個例子 我們又說一下健康的問題 好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好